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哈登刚刚抵达费城的时候 球队经历了一波甜蜜的蜜月期 让大家一下子陷入了对星辰大海的幻想之中 但随着比赛样本的增大 76人和哈登的表现开始回落 这支志在争贯的队伍开始一点一点的把问题暴露出来 哈登和恩彼得的挡拆大法也不断被其他球队破解 但最近一周锁定季后赛 开始走向连胜的76人 他们似乎找到了解决地灯挡拆被破解的思路 对于76人之前一直存在的进攻问题 李福斯也终于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变 同时拿出了一些围绕在哈登和恩彼得两人身边的全新战术 那么这部影片 鲁鱼就为大家分析 李福斯对哈登和恩彼得之间挡拆配合的新处理方式 首先我们看看这回合76人是如何完成进攻的 哈登在湖顶石球 先是由塞布尔到高位给哈登做了第一个挡拆 随后立刻反跑剩下 把三球的防守吸引走 紧接着 恩彼得在湖顶45度位置给哈登做了第二个挡拆 帮助哈登从自己最擅长的左侧突破 我们可以看到 哈登这一次突破 同时吸引了黄蜂左路三个人的防守 随后恩彼得剩下 哈登基地给到恩彼得 助其上篮直接攻荒得手 之前传统的地灯挡拆 效果为什么不好 首先就是 恩彼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挡拆手 他提供的挡拆质量 并不能像其他篮领内线一样 所以 即使防守不换防 恩彼得的挡拆 也不能让哈登很好的摆脱防守球员 就像这个回合 恩彼得在上线给哈登掩护 恩彼得只是简单做了一个挡拆的动作 并没有完全把防守人挡在身后就走了 恩彼得这次没有成功的挡拆 这让哈登的后续突破完全没有任何优势 只能运到一半就把球给传了出去 再有这个回合 恩彼得的掩护还是一样 就简单挡了一下 然后就往篮下推了 但防守全部都在身前 两人都没有很好的进攻机会 哈登只能传到弱侧底角再找恩彼得 随后就被防守给断了下来 所以 哈登恩彼得挡拆后 无法拆出理想的攻击机会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挡拆质量太差了 无论是恩彼得还是其他人 有太多假挡拆挡一下就跑 以及挡不住防守人的挡拆 导致挡拆配合根本无法改变对方防守阵型 也没有办法让直球人抢到一个好的进攻身位 并且 在此前76人的比赛过程中 我们能看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就是无论是哈登体重的增大还是绞心伤势的影响 哈登在挡拆进攻中遇到换防后惩罚错位的能力在下降 即使地灯挡拆打出换防 但很多错位单打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一点就是地灯挡拆过程中其他队友参与度很低 很多情况下 都是哈登和恩比德这两个人在玩 其他人站在原地看着 等地灯挡拆没效果时 要么哈登或者恩比德自己解决问题 要么把球分出去 让本没有得分机会的队友去完成进攻 而前文我们提到的上线双掩护为什么能打成 就是在上线挡拆配合中 将原本的哈登和恩比德的两人转加入了第三名进攻球员 从而丰富战术的立体性 塞布尔在完成第一道挡拆时立刻下顺 如果这时候鲍尔选择包夹 哈登有机会直接传球往下献送 帮助塞布尔直接攻框 但这里三球反应很机敏 时刻注意着下顺的塞布尔 所以第一机会就没有出现 虽然没有出现机会 但塞布尔的挡拆改变了马丁的防守站位 让马丁从原来面朝哈登的站位 变成了放哈登左侧突破的站位 随后 恩比德在哈登左侧的突破路线上 做了第二道挡拆 严阻马丁的追防速度 让哈登可以直接突破到更深的位置 形成进攻威胁 而在双掩护后 哈登能突破更深的位置 他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防守注意力 就像这里 把布尔齐斯的防守吸引过来 同时将普拉姆利的防守注意力带走 从而创造恩比德在挡拆后 能够直接顺下攻框的机会 我们再看这个回合 首先反常规的是由恩比德持球在上线侧引 哈登则是借塞布尔的无球掩护 从边线兜出来接恩比德的守地手传球 随后 恩比德再给哈登做掩护 我们看到参与进攻的三个人同时往南下顺 而因为恩比德在中距离附近的最大威胁 骑士的防守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了上线的恩比德和哈登身上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一旦恩比德接到球攻框之后 骑士身后的空档就完全暴露了出来 篮下的塞布尔就获得了非常好的攻框机会 这也是地灯挡拆最理想的状态 要么包夹哈登把球传给恩比德 让恩比德单打 要么让哈登突到内线极深的位置 产生巨大的威胁 吸引防守将恩比德的攻框威胁提升到最大的效果 但是光靠地灯两人的挡拆来发动进攻 很难产生这样的威胁 恩比德一人挡拆并不能让哈登摆脱防守球员 但在进攻回合中加入第三名球员 那效果就会不一样 晋级上比赛 哈登和恩比德的二人挡拆出现次数非常少 如今 李福斯正在尝试更多的攻防新战术体系 像哈里斯挡拆 地灯赛挡拆 哈登马克西挡拆 以及哈登湖顶阳攻后转移恩比德在45度的单打等 但例行赛没有几场比赛了 留给他们试错的时间不多了 李福斯可以接受输几场球 但他们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稳定的轮换阵容 在面对不同的对手时 他们应该摆出什么样的阵容去应对 现在的实力总要好过在季后赛失败 虽然不能过度依赖地灯挡拆 但说到底 决定比赛的还是哈登与恩比德的状态上限 76人想要在本赛季最终夺魁 还任重道远 哈登目前的状态没有巅峰时期的统治力 尤其是关键战役的关键时刻 他的表现确实不尽人意 这其中 既有哈登个人的年龄 身体 心态所决定的竞技状态原因 也有在76人技战术地位 不如当年在火箭时期的影响 综合来说 76人本赛季最终能走多远 一看哈登的状态能不能渐入佳境 在季后赛的攻坚时刻 能否拥有决胜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决心 二看恩比德与哈登之间的默契感 配合度 兼容性 三看李福斯的排兵布阵 运筹帷幄 临场应变能力 以及球队的第三火力点的绽放 与角色球员的发挥 另外 竟然喊出了马大哈组合的名号 那么行走江湖 三角结构才是最稳定的 大帝猛是猛 但终究没有篮球之神 那样只手遮天的统治力 细细品来 大帝似乎还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所以 大帝当中立 马克西和哈登也得雄喜 当然也别忘了 除了哈登 76人阵中 还有一个议员先生 哈里斯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